直接打喔 直接打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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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上 警方破门而入 一进到屋内立刻就将嫌犯压制在地 刑事局同步破获两处诈骗机房 发现陈姓祖贤为首的诈骗集团 以养套杀的手法 透过社群软体 匡称投资虚拟货币 保证获利 稳赚不赔 被害人汇款后就被踢出群组 警察局分析诈骗被害的资料 发现这诈骗集团 他们利用IG、Facebook以及YouTube上面的平台 来投放广告 然后在上面宣称有高获利 或者是有被动收入这样的字眼 来吸引民众点击 那一旦民众点击之后呢 他们会先用加LINE的方式 来跟被害人沟通 那沟通之后就再告诉他们 去加入这个假的投资网站平台 进行注册以及投入现金 那宣称他的这个获利可以高达四五成 那被害人他们在汇款之后 一开始这些集团里头的人 会让他们尝到甜头 感觉到自己真的有获利 但是之后如果这个被害人 他们发现有异常一个状况的时候 那开始提出质疑 这个诈骗集团就会将这些人 退出群组 然后拒绝于他们联系 诈骗机房运作四个多月 清查被害人就有二到三十名 出估诈骗金额高达上千万 其中一人就被骗了两百六十万元 专案小组在1月19号分别在三城 以及新庄两个地区来进行行动 然后逮捕了13名的犯险 那在这两处机房里面呢 我进去的时候发现这些犯罪者 他们分别扮演这个投资的 咨询师的角色 以及其他的假的投资客的角色 然后在这个曲组里面 然后匡称说我也有获利很多 等等这样子的话术 来去让被害人上当 那在1月19号的行动之后呢 陈姓祖贤以及黄姓的重要干部 他们发现这个机房被查破之后 就开始逃亡 那最后我们在追查了三个月的时间 发现他们躲藏在宜兰的深山里面的农舍 也是我们在4月8号来对这个农舍进行攻坚维护 顺利将陈姓祖贤及这个黄姓干部 来扶回案 警方呼吁投资高获利加赖给标股 等等这样子的话术 都是诈骗集团在诱导被害人 参加这个投资诈骗的一个陷阱 请民众无必提高警觉 不要将自己的辛苦钱 白白送到诈骗集团后代理 警方在两处所查扣现金46万多元 多部电脑及手机 警方除了持续查契相关不法犯行 也呼吁民众如有接获疑似诈欺情势 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避免受骗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请不吵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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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